有些美好的时刻,一生仅有一次 他们应该和你所爱的人分享 当你有一个好的健保计划的时候 再拥有更多美好的时刻,值得慶祝 中心健保,时刻努力为你的健保提供服务 想你所想,令你无忧无虑地享受属于你的精彩健康人生 以你的健康为中心,中心健保 10月15日至12月7日为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活期 大家都知道,是今日这个时代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我们星岛不忘初心,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请你点击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会员将会享有丰厚福利和礼品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美国星岛中文电台听众朋友 你们好,爱如飞 又来到时事观察的时间 今集讲一下伊朗 巴尔战争或更准确的描述是种族清洗 发展到现在,国际社会发出的都是谴责或盟哀 真正在呼吁上具体一点的是伊朗和比利时 11月7日,比利时副首相德萨特女士 在接受当地媒体访问时说 现在是对以色列实行制裁的时候 扔炸弹好像下雨一样是不人道的行为 制裁之外,德萨特女士认为 比利时政府应该增加对海牙国际法庭的资助 让他们可以调查加沙医院和难民营被炸那件事 这位副首相口中的制裁不是口号,很具体的 例如认为欧盟应立即暂停与以色列一项 有关加强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协议 此外,应对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的产品 实行进口禁令 并禁止犯战争罪行的政治人物和士兵进入欧盟 这位女士,比利时副首相德萨特发出了现阶段最洪亮的声音 即使大概是很难实行的 而另一个提具体行为的是伊朗 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包括11月5日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见了到访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即是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 此外,11月11日,地点是沙特召开阿拉伯联盟 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联合峰会讨论巴尔冲突 沙特在会上的说法很忠诚,很四平八稳 而伊朗领袖来希就不断提出要对巴勒斯坦的现况有实质的支援 来希在出访沙特之前已经呼吁 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很重要 他认为联合特别峰会不应用来空谈的平台 而是采水行动的平台 真是去到沙特之后,来希在会上的发言甚至指出 要持续与以色列对抗 直到在从河流到大海的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国为止 当中,从河流到大海这句 被认为是反犹太主义的口号 因为现时以色列的土地正是从约旦河横跨去地中海 因此,来希的说法被认为是要摧毁以色列的意思 好了,伊朗的领袖来希,他语气说话那么强硬 如果将来被捲入战争,算不算是伊朗自找呢?自找麻烦 跟大家说两件事,听完之后就知道对中东涉及以色列的问题 不可以只是看局部或当前的近因 要看得远一些和闊一些 就像伦敦街头11月11日的30万人大游行的队伍里面 有人举起纸牌,说一切由1948年已经开始,不是10月7日 因为进行了几十年,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 其实从未停止过 即是现时在手机文化之下 令大家知道更多,看得到更多意义 以下是和伊朗相关的两件事 先说5月份那件 听到朋友,自从美军在2021年前年撤出阿富汗之后 很奇怪,伊朗和阿富汗经常爆发小冲突 而且冲突过了之后 大家都不清楚那因由在哪里,为什么打起来 5月底就是一个例子 5月27日,尼姆努兹省边界哨站附近 突然就爆发武装冲突,原因不明 当时媒体加了一个原因 说是水权争议,水资源,引起关系紧张之下的开火 但事实上是连伊朗和阿富汗双方深究起来 都不太确定因什么打起来 总之,冲突造成了至少两名伊朗边防警卫 和一个塔利班士兵丧生 伊朗另外有两个平民受伤 水的问题稍后再说 先说冲突后两个国家的反应 他们双方都不承认是最先开火的那个 双方都说是被迫还击 伊朗和阿富汗边境因为属于干旱地带 经常有沙尘暴 一般在5月到10月那几个月 沙尘暴特别严重 而两国的冲突不少都在沙尘暴之下 不清不楚地发生的 总之,5月底的冲突 幸好,双方都强调局势受控 即时就为事件降温 但类似的小冲突很多 多得有点奇怪 因为作为政府本身 双方都不想和鄰国打仗 尤其是阿富汗 塔利班自从2021年8月上台后 一直是住于外交孤立状态 根本很希望和伊朗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简单说水资源的问题 伊朗和阿富汗两个国家有很长的边界 当中有一条全长超过1000公里的赫尔曼德河 这条河从阿富汗的山盟流出 河道有八九成在阿富汗境内 有一两成流入伊朗东部境内 这条河的水量不少 并且在伊朗和阿富汗交界形成一个湖泊 在前年2021年阿富汗境内的卡马尔汗大坝落成 是用来发电和灌溉的 因为怕流去伊朗的水量会因此而减少 伊朗和阿富汗最近一两年 断断续续有水资源的争议 在水资源冲突中 大家会听到1973年协议这个词语 1973年协议是什么回事呢 在1970年代当时伊朗王朝的统治人是国王巴列维 他和阿富汗国王谈判 协议双方是共同享用赫尔曼德河的水资源 阿富汗每秒钟给伊朗26立方米的水量 伊朗人就答应给阿富汗用他们的铁路 从印度洋上的赫巴赫尔港出海 但是谈成了协议之后 阿富汗国王都没签纸就被推翻 六年之后巴列维王朝都被推翻 总之伊朗和阿富汗既有水资源方面的争论 也有难民方面的磨擦 不过即使如此 双方过去两年都在莫名其妙的小冲突中保持克制 国际组织显示 阿富汗留在伊朗边境的难民人数 有证的加上没有证的即合法加非法的 计计是以百万计 总数有些还说是二百万上下 在上述的不时有小磨擦的背景之下 事情发展到最近 巴尔战争期间 以色列四面开工 一开始就炸聚里亚和黎巴嫩 而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 有伊朗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事 以色列不敢直接炸伊朗就炸聚里亚和黎巴嫩境内的伊朗势力 以下就是上面五月份之外 我第二件要说的事 据伊朗媒体报道 11月初 伊朗情报机构和阿富汗情报部门 在伊朗和阿富汗边境的山区组织了一次联合行动 拘捕了三名人士 他们试图偷偷走入阿富汗境内 在阿富汗的方向向伊朗发射自杀式无人机 被捕的这三个人说是摩萨德特工 摩萨德、摩萨德是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的情报单位 就好像美国的CIA 被捕的三个摩萨德特工表示 他们奉命去阿富汗境内 以无人机攻击伊朗的加油站、高压线铁塔 甚至是天然气生产设施 上面这件事发生的日期有不同的说法 总之大概在11月初发生 正是以色列全面进攻加沙前后 在倒破上述这件事后的11月4日 阿富汗临时政府主管经济事务的代理副总理 巴尔达尔率团访问伊朗 就双边贸易、难民、赫尔曼德、河水资源 使用等等的议题举行了会议 注意巴拉达尔同时见到伊朗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艾哈迈迪安 即是一个商务团同时见到安全部门的高层 而之后就传出三名摩萨德特工 阿富汗已经移交给伊朗 上面的事情没有太具体的日期 除了阿富汗代表团的出访日期是清楚之外 其他事情也没有太具体的日期 总之在次序上 是阿富汗和伊朗共同倒破一宗 以色列情报部门想挑起两个矛盾的阴谋 之后就是阿富汗经济事务的官员访问伊朗 不过就建了伊朗安全部门 再之后就是将三个人移交给伊朗 这件联合倒破阴谋的事件意义很重要 首先是解了两国不断有小中突的迷 这个谜底大概知道原来在沙尘部里有黑手 其次阿富汗和伊朗会因此增进彼此的关系和信任 双方日后会比从前更不容易有矛盾 因为知道中间有鬼 大家都解除隐患 就可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 例如伊朗在11月11日的阿拉伯联盟 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联合峰会上 就讲了狠话 节目开始就讲过 伊朗认为要有行动 第三点是 据报两国又再从1973年协议的方向去谈 去解决水资源的矛盾 上面讲的11月4日的经济事务访问团 就是朝1973年的模式去谈 至于铁路方面 伊朗一直都不弱 伊朗计划筹建五国铁路走廊 从伊朗的哈夫站出发 经过阿富汗的克拉特站 再延伸到阿富汗塔吉克斯坦边境 然后穿过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再进入中国 而阿富汗去中国有阿罕走廊 但它对铁路都支持 是因为它可以借伊朗的铁路 联通多国 甚至是出海 好了 节目结束前就总结 听众朋友 我们给主流媒体制造了一些印象 就是以色列一直都是被动还击 就算还击超出了智慧 但数回头 都是因为人家襲击才还手 就好像今次 都是哈马斯出击在先 以色列军才还手 这个是印象 是选择性报道 和武来龙去墨之下 制造出来的感觉 不是真的 就好像伊朗 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 由各种迹象反映 尤其是十一月初 三个特工被活捉的这件事上反映 以色列早就谋划 用黑手挑起矛盾 令伊朗和阿富汗两个国家打起来 总之 有以色列在1948年插入中东的国家 中东的国家从此就不得安宁 所以伦敦11月11日 30万人大游行的牌很准确 一切由1948年开始 不是10月7日 好了 今集的时事观察先说到这里 欢迎你们订阅、点赞和转传 我是余飞 快评见 拜拜